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大家看宫廷戏的时候 看到皇帝常常很担心会被人下毒 于是会先用银针来试毒 银针如果变黑的话代表食物有毒 而这其实是因为古代常用P霜 也就是三氧化二身来当作毒药 银针刚刚好就会跟P霜当中的瘤产生化学作用 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就要带您深入了解 古装剧长眼如果怀疑水食物有毒 就会拿银针出来试毒 是验毒的这家工具 古人就把这种含有P霜的毒物称为贺鼎红 所以银针去试毒的时候 如果会变黑色 它事实上是银在跟硫去发生反应 原来古代常以P霜做毒药 P霜是三氧化二身 外观是白色霜状粉末 无臭无味 可以用来制成农药杀虫剂 是最古老的毒物之一 P霜其实是一个生化物 那生化物的确它对于人体 是有相当高的毒性 以这个一些国际的研究来讲的话 它对于这个人体 它的毒性算是相当急性 而且这个毒性相当高的 不过以前P霜的提炼技术有限 导致P霜纯度不佳 常含有大量的硫或硫化物 刚好银很容易和硫产生化学作用 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所以银针才会被用来试毒 但银针试毒并非万能 它只是刚好能检验出P霜中的硫 当时的技术不是很好 没有办法把这个P霜矿物里面 我们刚刚提到的赫顶红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硫 或者硫化物去除掉 所以它事实上是会测试到 这个硫或硫化物 所以你倒回来讲 如果这个银针变黑 它可能是其他的硫或硫化物 并不是真的测到P霜 进一步透过实验 使用相对安全的硫带硫酸钠 来代替P霜 在氯子上滴上硝酸银 氯子先是变咖啡色 再变黑 这些黑色物质正是硫化银 银是很昂贵的金属 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拿家里的装饰品 或者很贵重的这些银器来做实验 所以我们今天利用的反应是 在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是 硝酸银 这个硫离子的化合物 那这个硫带硫酸钠 它只要遇到硫离子之后 它会被催化 那自己会分解 变成瘤 也会变成这个其他的物质 所以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瘤就已经跟银 直接反应就会产生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再拿P霜 和现在常听闻的 极毒性物质 氢化物相比 两者都是通过消化道 呼吸道 以及皮肤等途径 进入人体 同时很快就会出现致死症状 P霜以实验署测的半致死剂量来看 每公斤体重吞食大约15毫克 就可能会死亡 而氢化物像早期电镀厂使用的氢化钠 以实验署测的半致死剂量来看 则每公斤体重吞食大约5毫克 可能就会致死 其实药物与毒物 仅一线之隔 P霜虽然毒 但适度的剂量下 它也能化学治疗白血病 过去古代人 透过银针变黑 来判断是否有毒 如今技术进步 已经能提炼出不含流的P霜 代表银针试毒这件事并非绝对 现在若要检验毒物 得靠精密的仪器才准确